李冰冰被香港记者套路追问查税问题全过程曝光,回应被暂购机制。 今日凌晨,一则新闻成头条。 相信大家在腾讯新闻里都已经大概看到了一些内容,说到的就是李冰冰回应记者的问题,她大方回应,我会做合法的事情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里面被访问的过程有什么详细的内容呢? 就让小编来给各位回顾一下。 不得不说,李冰冰在娱乐圈混迹多年,面对记者的各种刻薄和套路性的访问,都会因一机制回应。 她在香港出席她代言的宝齐来知名手表品牌活动,在铜锣湾专门店担任剪彩嘉宾。 其后在受访时,记者问到了几个问题。一个是关于她主演的电影资讯,李冰冰就一一回应。 而当聊到了她因拍电影,接广告等工作收入不少的事情,有一个记者就直接问了一句话,你赚那么多钱,怕不怕税务局追? 每个人在乱乐圈调查了你。 大家都知道,香港人在乱乐圈调查。 香港记者是出了名问问题最刁钻也是最八卦的。 范冰冰、李冰冰这两位在娱乐圈多年来都是竞争对手的原因,而今范冰冰因税务问题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李冰冰自然就会无可避免地被问到这件事。 面对这个问题,李冰冰笑了一下,并郑重回应了一句话,我们都是合法的做自己的事情。 非常认真,咬文嚼字的说出来。 有一个记者问,有没有留意最近范冰冰在税务上的问题呢? 李冰冰直接不回答,转过头来是一身边的女助手,女助手及时代位回应,不好意思,这个不方便回答。 就这样,关于这块的问题就这样结束了,后面记者再问道,都是关于李冰冰的影视圈工作事情。 来到香港,李冰冰透露,日后有机会的话,希望可以和香港的导演合作。 记者问道,那街拍电影,会不会降低一下片酬,收少一点呢? 李冰冰好气回答,不收钱,剧本好的话,不收钱卡。 李冰冰既然能大方说出,我们都是做合法的事情,那可以相信她是行的正走的,值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